对了,原以为两人二搭可以圆复查复合和魏英洛的前世之缘,没想到最后的结局却是最女主放弃最高尚时比赛的角逐,离开皇宫投身民间,将传统美食文化发扬光大,再一次的悲剧。 徐凯最近还是挺忙的,刚和杨幂的二八定律结束,马不停体官宣和鼓励那扎新剧《雪英领主》开机禁组,撇开演技不谈,这两位女主的颜值可以说是娱乐圈的扛把子了。 徐凯的福气还是不小的,再说徐凯为了新剧也清洁了不少,瞬间颜值回到了招摇时期。 招摇时期颜值是很帅,但是真正让大家记住他的还是演习攻略的复查复衡。 当时他和吴锦炎饰演的魏英洛没有在一起,可是让粉丝哭了好一阵。 如今新剧上时算是给大家圆梦了,这次两人终于是男女主义队了。 近日有消息晒出两人的新剧已经过神,那距离上线的时间就不远了,接下来就期待他定当日期吧。 继《严洗攻略》过去两年后,两人在2020年尾合作了这部剧。 该剧讲述了大名永乐年间,少女姚子金,吴锦炎氏,进宫入选为上师鞠躬女。 在新宫中不断成长并一路坚持对中华美食记忆的追求,结识友情并邂逅爱情。 再和朱瞻鸡、徐凯氏一波三折的感情故事。 徐凯饰演男主朱瞻鸡,所以最终还是要靠复查复衡当时皇帝,魏英罗才能跟他在一起啊。 果然徐凯瘦了之后穿上古装才最帅气的,宽大的衣袍遮住了他整个身躯,看上去都有些轻瘦了,高高的官帽显得脸也更加的小了。 一双幽黑深邃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,好像惊见了心脏在跳动的感觉。 说起来徐凯复查复衡之后,徐凯的资源是一路见长,事后、影后、爱斗,搭档了个遍。 虽然千古绝尘里的徐凯曾被亲切地称为胖头鱼,但是对于整部剧整体大家还是非常喜欢的,豆瓣评分也算是中规中矩。 不过后面这两部就不一样了,杨幂一直都是收视绿女王,相信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吴景岩试验女主姚子金,一步步从宫女、女秀才、女史,到掌扇、私善,烹饪技术见真佳劲,最后爬到了一路苦苦追求掌明功引赚最高权柄的上师职位。 看起来是跟魏英洛一样的套路,只不过魏英洛是为了复仇,而姚子金是为了事业,目的不一样。 但最后收获的东西都是一样,于正是比较擅长此类,就是不知道这次吴景岩演得会不会一样。 他自从演习攻略火了一把,资源也一直很好,但是演技却尴尬到无法评价,每次说台词都是摇头晃脑,即便是跟樱桃、左小青等一众大佬带他都没带得动。 可见其有多差劲儿,不过这次老板来了,相信可以派出他独有的韵味吧。 话说于正这次选的女二可是有点看头啊。 王楚然饰演女主闺蜜天才,掌善苏月花。 他出道的第一个角色就是马思纯的《将军在上》里面的西音表妹,不仅人美,跳舞也美。 为了帮助叶昭,他独闯敌营,为他拿到了最后的防尘图,可惜最后还是死在了叶昭的怀里,当时一度为他感到可惜。 之后跟《清平阅历》的张贵妃也是惊艳一时,以至于电视剧结束之后,很多人都忘记了主角江书颖,却都记得他。 如今来给吴景岩作配,确定不会抢了吴景岩的风套。 除了王楚然,还有何瑞贤,他是于正旗下的,一直在于正距离作配,但是这次于正选的配角,好像都比吴景岩好看一些,这是故意的。 何瑞贤一直走的都是冷酷性赶风,即便是穿上古装,他也是特别有辨识度的,不过因为长相比较有攻击性,所以只要是他的角色基本都是坏人。 有了这两位的颜值压力,吴景岩真的会出彩吗?还是于正本身就是为了捧手下的新人而拍的这部剧呢?